今天来分享香酥油条 先把干料和面粉搅拌均匀 再打入鸡蛋搅拌均匀 再倒入水搅拌至无干粉 再倒入手油 然后开始揣面 用拳头揣3-5分钟 盖盖醒15分钟 15分钟后手抹油继续揣3-5分钟 可能不好揣可以移到案板上 用传统方法需要三醒三揣 盖盖再醒15分钟 15分钟后稍微揣一下 然后整形 然后卷起来 再用保鲜膜或是保鲜袋包紧时 放冰箱醒8-10个小时 或放常温醒4个小时 就可以参使炸 按板撒一些面粉 把醒好面团取出来 我这边是500克 尾分成两份 用保鲜袋继续包裹起来 我们在面团上也少一些面粉 然后轻拿这样撑开 再用擀面杖轻轻把它擀长 稍微厚一点 太薄炸就不会膨胀 切好就把面团上的多余的粉少掉 打上水线 再少掉多余的粉 用筷子压一下 我的锅很小 所以我再把它切成两半 再轻轻撑长 放进油锅 两三秒它就会迅速膨胀起来 然后不停的翻转 让每个面都受热均匀 它这样可以捧得更好 早安好啦 我们来听一下声音吧 酥脆又蓬松 每根都有大空心 喜欢记得点赞加关注哟